大家好 今天是6月4日 星期二是6月份第二个交易店 股市整日都是整固在200点的波幅裏面 值得一提的是 今日的高位及今日的低位 都是就在昨天的框框裏面 简单说 6月份的市暂时来说 仍然未出现一个先低或先高的形态 一会再做分析 先看看今早的市况 恒指早市先是低开68点 去到18,335点 这个亦是日中的低位 之后在维稳的买盘推动之下 指数曾经一度上升138点 去到18,541点 但高台买盘有点多的却步 结果市况一直整固在18,400 到18,500点之间 简单说 是属于一个拉锯等变的格局 恒指最后收到18,444点 相对昨天的收市来说是升了41点 成交加额一般只有1,162亿 今天高位是18,541点 是走在昨天的高位之下 今天的低位是18,335点 是走在昨天的低位之上 即是大市根本上仍然在昨天的290点 在波幅里拉锯 形态上到底是穿头还是破脚 现在这分钟暂时看不到 不过有一点大家要留意的 10天线已经跌到18,596点 而20天线就拉锯在18,811 以指数收到18,444点 只要有80,28点的上升 已经可以率先收复10天线 不过当然收复10天线 只是代表大市暂时呈现初步 好像回稳的势头 真的要摆脱反复不明的形态 指数一定要进一步收复20天线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代表那一刻 行者走在所有平均移动线之上 技术上、形态上当然是有利于 进一步向上挑战19,000点的心理关口 如果交投配合动力足够的话 不排除市况是进一步挑战 5月20的高位19,706点 6月份暂时来说只是两个鸡血天 形态上都未出现先高或先低 但是以昨天的低位是18,283点 只要未来这几天哪一天都好 指数能够突破18,573点 技术上已经可以出现一个先低而后高的形态 尽管看情况会不会像5月份一样 在月初先见17,740点 然后逐步逐步咬腰回上去 现在怎样都看到的 近期的成交金额不是那么足够 即是说市场未有足够的动力 作进一步推升 像今天这样 成交金额只有1,160亿 如果今天有1,462亿或1,560亿 相信市场已经能够升过昨天的高位 很简单说 股市在现水平来说 如果要有1,28点的升或跌是很容易 因为只要个别的恒指成分股做好两格 或者反复跌一格 已经出现1,28点的波幅了 但是要组成一个升势 例如有500或者400甚至300点的上升的话 动力那方面绝对不能够少 以现在的市况在1,8400左右的水平 如果要突破10天甚至20天线 成交金额最低限度都需要1,400亿或以上 任何人当见到这个成交金额 而指数亦都向上突破的话 即是说6月份的市场在那一刻 已经在到好像5月份那样出现一个先低后高形态 我们尽管多看几个教育听 看看情况是怎样 大家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二 故事还是平平稳稳的等待变化 当然直到下午3点左右 今天的高位跟今天的低位 还是走在昨天的波幅之中 等于说这个直到目前9分钟为止 暂时还没能够知道股市是先低还是先高 等一下再分析 先看看今天的情况 找到恒成指数先低开68点到18,335点 从9分钟开始在买盘不断出现之下 股市就一步一步上升到18,541点才止步 相对昨天收集来说 这些分钟其实是上升138点 当然三点过后可能会有一点变化 但直到目前为止 今天的高位跟今天的低位 都是在昨天的波幅之中 那等于说整个股市暂时没能够看到 结果走势到底是先低还是先高 先看看昨天 昨天指数是从18,283点上升到18,573点 等于说昨天的波幅是290点 而今天的波幅是200点不到 那等于说最终股市一定会出现一个突破的 问题就是跌圈昨天的低位 还是升破昨天的高位 从走势方面来看 我觉得股市升破18,573点的机位 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 毕竟现在股市还是整股在18,592水平 主要的恒生指数成分股稍微做好一点点 已经可以出现一个升破的走势了 再看看移动线方面 现在10天线已经跌到18,603点 往上再看高一点点就是20天线 大概在18,8815点 现在恒生指数在18,500多点算起来 只要恒指能够有100点的上升 已经可以回升到10天线以上 一旦出现这个情况 那最低显示整个股市暂时已经初步出现一个回稳的走势 要是说能够进一步往上升破20天线的话 等于说在那一分钟 恒生指数又在走在所有平静移动线之上 当然只要成交方面能够稍微配合一下的话 股市的确是有机会先往上挑战 19,000点这个心理的关口 再高一点点 当然是5月20号的高位19,706点 其实我已经说过很多次 今年股市最低指数是1月21号的14,794点 直到目前为止 最高的指数就是5月20号的19,706点 等于说结果今年的波幅有4912点 当然是先低后高 问题就是这个幅度并不能够满足整年的要求 要是说今年全年总波幅有6,500到7,000点的话 基因指数不会再下升11,794点 那等于说线下的可能性一定是往上寻找高位的 所以从节点方面去做一个分析 我觉得股市还是有机会往上升破 19,709点跟200,000点的问题就是在那一天而已 股份方面还是中移动会红 中学院学院学院跟中学院走势比较强 而且比较稳定 其他内营股走势也不错 只是暂时没有太高的想法 当然整股过后再等机会往上推的机会还是有的 可是最终还是要看腾信每段88的走势 因为这三个新经济股份在恒指存分里面 已经跌了超过20% 要是他们还是挣股不前的话 股市我想暂时也很难出现一个特破的 好了下个分析就说到这里 大家记得点赞、订阅、订阅、点赞、订阅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想鼓励我们的话 欢迎可以点赞SuperFans 给多些支持我们 多谢 员 面 请 我